感情是需要有技巧去经营的 遇见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离开却是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 那么要想维护一段好的感情 就要懂得对方的心理 不要去触碰对方的底线 把所有的爱和关心都消磨掉 所以在感情面前 女人要懂得把握那个度 不要去触碰男人的底线 让他失望 不要在男人面前聊这三个话题 要不然只会让他加快离开你 1.在男人面前聊其他男人 对于男人来说 一般对待自己爱的人都会特别小气 不会允许别的男生去接近你 更不允许你的心里有别的男人 男人天生就是自尊心比较强的 当你一味地在他面前说别的男人的时候 他的自尊会受到伤害 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更加会嫉妒吃醋 会跟你生气 所以说跟男人相处的过程中 女人要懂得给男人面子 要适当地去夸奖 不要去触及他的底线 要不然只会让他内心失望 2.在男人面前聊物子 一个男人喜欢你的话 一定会尽自己权利去给你好的生活 那么在生活中就会为了你去变得丧尽努力 变得更好的自己 满足你的生活需要 但如果女人老是在男人面前去聊钱的事情 在物质方面跟他斤斤计较 拿别的男人跟他计较 只会让他觉得你不认可他 看不到他的努力 所以女人在金钱上 不要过多地跟男人计较 要懂得男人的辛苦和努力 3.在男人面前聊过去的情感 一个男人决定跟你在一起的话 就是想好了跟你在一起的打算 就已经放下过去了 如果一味在男人面前去提过去的情感 只会让他更加难过 而且你的质疑会更加让他感受不到你的真诚 感觉你不是真心对待他 过去的事情就已经是过去了 再去触及只会让男人对你有不好的印象 所以要想维护一段好的感情 女人就应该懂得男人的真心 不要再做伤害他的事情 两个人相处是一门技术 需要花心事去对待对方 要想长久地走下去 就要懂得如何相处 要知道如何去把握那个度 要知道一个人的言语 是可以打动一个人 也可以伤害一个人 要想走进对方的心里 就不要轻易去触碰男人这三点 感谢观看